瘋子參選美國總統 網民未知瘋狂 美國總統選戰 原本看似將由希拉蕊和川普兩人拉鋸 但最近突然冒出一個第三方候選人 而且他還自稱 也就是這群瘋子的諧音 這名參選人才15歲 他在推特網站上的支持度 顯然一面倒的高於希拉蕊 當然這位愛紅華州青少年 Brady Olsen 並未達35歲的參選門檻 因此美國下一任總統 不可能會是瘋子總統 但他確實有些政見相當有趣 他支持同性婚姻 並主張給美屬薩摩亞人完整投票權 他也支持歐巴馬的伊朗核協議 與綠色能源 然而他並非完全支持自由派的政策 他的網站上主張遣返所有非法移民 為年幼者除外 他還主張在政府未達到預算平衡前 聯邦政府公務員包括總統 內閣和議員的薪水都得減半 推特網民瘋狂推崇這群瘋子的政見 你又怎麼看呢 對 對 對